我一直在尝试验证音乐是无国界的这句话 用千年的古老乐器演出这种中国风的作品 再由英国人来演唱 能够为我们展现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怎样的表达 这文化的作品 非常感谢马蕾杰智小姐 她赋予了这首作品全新的生命 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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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ice to know that somebody else out there is trying to combine cultures in that way 我喜欢《英雄的离开战》 有不同的元素 我喜欢《英雄的离开战》 也喜欢《英雄的离开战》 像是在听听者的耳朵 它会带你到一样的地方 坤同志通过对话、跨界、结合的方式 弘扬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 可以体会到一种无限的正能量 给人一起发 非常幸运 赵聪老师可以把这首作品交给我来演唱 我非常感兴趣 它拥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即是普通的文化 或是经典的文化 音乐是一个国家的语言 我希望中国人会更加分享 将七月与声乐 民族与西洋 传统与流行融于一体 我想这首作品一定会让世界上 很多的热爱中国音乐 一个大的惊喜 在这首作品里面 在这首作品里面